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微信交流群 群里聚集了不少玩球的朋友 群里足拦都玩 欢迎玩球的朋友加入 比赛时间 2018年9月15日02 30赛事分析 多特蒙德多特蒙德上场比赛 客场对上汉诺威96 多特蒙德客场作战并不好 全场都没能突破汉诺威96的防线 而汉诺威96同样全场无法突破汉多特蒙德的防线 两队就这样相持 到比赛结束都没能得分 中场两队就以0比0打成平手 多特蒙德目前进行两场得奖 战绩一胜一平 暂居得奖第四名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上场得奖对上云达布莱梅 上半场不但被云达布莱梅率先取得一分 更是因为犯规而被判了一张红牌 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虽在下半场 靠住点球将比分追平 但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 又被云达布莱梅突破球门 法兰克福无力在追平 中场法兰克福就以1比2败给云达布莱梅 总结本场比赛盘口开出多特蒙德让一球一球半 法兰克福实力不弱 开出让一球一球半的让球实属偏高 但也看得出装甲相当看好多特蒙德 多特蒙德主场表现相当不错 第一场得甲在主场迎战来比习红牛 也以4比1血洗对手 本场同样主场作战 对上法兰克福 要过盘应该不是难事 精彩推荐 主让圣亚盘推荐 多特蒙德让一球一球半COPERACIACIACOP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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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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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